苗栗縣太岸鄉公所有一輛社區小巴士 行進苗六十二線一次駕駛吃了感冒藥 精神不計失控擦撞山壁 整臺車輛側翻在路上 導致四元受傷送醫 所幸都是手腳擦錯傷 因為道路狹窄眾人合力推動巴士 好不容易讓出空間 讓救護車得以通行 十多位民眾合力推車 將翻覆的小巴士推到路旁 接著一人看前 一人顧後 輪流指揮 救護車從夾縫中緩慢行駛 最後總算順利通過 來了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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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狹窄 巴士側翻影響道路通行 現場的民眾合力把我們車子 往山邊去做一個推制 讓我們救護車能夠順利的 將上外送往醫院救治 苗栗縣太岸鄉以良社區接駁巴士 二十號上午 載著就診完的竹人準備返回部落 行徑苗六十二限時 疑似駕駛持了感冒藥精神不濟 意外插撞山壁 導致整輛車翻覆 當時車上連駕駛一共五個人 其中四人受傷需要送醫 所幸都是輕微擦錯傷 駕駛因為感冒然後有吃藥 有點 精神恍惚是嗎 另外在台中也發生一起六車車禍 台74線上一輛轎車停下要切到外線道 大貨車被擋住跟著停下 但後方連接車來不及殺住 直接撞上 撞擊力到猛烈 波及隔壁車道 三輛汽車造成六車連環撞 本案所幸未造成人員受傷 經酒測駕駛人均無酒駕情勢 後續將調閱影像釐清四方經過 雖然有六台車受到牽連 但幸好沒人受傷 而照折的區分還要等警方進一步釐清 記得彭光許 林博松 視頻華 綜合報導